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一下赵少康说 我只说14502来围我的 我不知道围你 但不要去围人家 但是有围你的 但是可能他们不是1450 赵少康要回国民党选担 就是两阶兄台南的市议院 这是一个重量级的震撼弹 好真的多震撼吗 看一下这我名字把它涂掉了 震撼弹个屁 去问问王建轩 他是什么样的新党人 这类人资深媒体人 之前在某大电视台 新闻部当经理 那OK 国旗是新党的人 震撼弹所谓赵少康 欲崇拜国民党 李乾隆证实有听闻 这位大哥说去问问王建轩 新党对你的评价未必是 那么好 看一下这骂得更凶 这个是支持郭台铭的朋友们 因为当初郭董要参选 赵浩康是一个很重大的游说者 可是最后把郭董抛在一旁的也是你 好 亲共的草包受益红统媒体人回归国民党 然后选党主席为草包选2024铺路 似乎很多人骂你 但确定不是1450 宁武兄怎么看 这个对国民党的冲击 你认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没有观察 我想首先还是要对我们赵大哥 这个充满12番的敬意 毕竟他已经70岁了 70岁的人愿意放弃他目前所拥有的在媒体界的一个影响力 我们不可否认他在媒体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有确 他走出他的舒适圈 然后来挑战一个现在其实是已经被笑产上盖帮的一个国民党 所以我想基本上他还是有种程度上还是要对他表示敬佩 至于制度面的部分 其实我想毕竟实在变化的很快 现在整个世界不管是文化科技等等 制度一再的被破坏 包括我们之前的Uber等等 都是一直在破坏制度 讲到政治的话 我想其实也不用那么特别担心 因为其实就在前两天 我们吴英龙 我们新任的台北市 党部主委 其实也是特别为了他改变了这个制度 所以其实这个改变制度的部分 其实并不是国民党的一个问题而已 是包括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 甚至包括民众党 也一直在做调整 他们的党代表的制度的选举 也一直在调整 我想应该回到问题的最原始 一个政党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是赢得政权 OK 如果你要赢得政权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符合全体 现在全体国民的一个认同 那以国民党来讲 我常常在 像我常在中央回合 我都提过一个问题 到底国民党的目标 是要夺回政权 还是只是要当一个 最大的在野党 OK 因为这两个会有不同的一个 论述跟做法的不同 你要夺回政权 你就必须得到全国2300万人民的认同 包括观念上 包括做法上得到大家的认同 那如果你只想要做个在野党 你可以一直讲你自己想讲的 你不用去管别人 你只要去坚持你自己 想讲什么继续讲下去 就像以前的台联也好 像新党也好 他这一个永远就是统独 一个就是一定要统 一个独 一个独 就一定要很两端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讲你自己 那你认为赵大哥 可以把国民党带回中间 这个论述上面吗 有人说他是知识栏 有人说他是经济栏的代表 那我对知识栏和经济栏 这两个概念 或许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 平甫您认为赵绍康 如果回来国民党 甚至担任重要的党职 可以让国民党的路线 得到广大的 或是过半的台湾民众的支持吗 您的期待 我认为赵大哥最强的一点 就是因为他当初 淡出政治圈以外 但是他还是持续留在媒体界 用地势权来监督整个政界 虽然他是离开了 所谓的政党政治 但是其实他对于 这整个台湾的政治文化 并不陌生 他持续的关系 持续的监督 那也就是因为他持续的监督 的情况之下 让我们所有一部分的 这个国民党员认为 他跟现在台面上的 包括我们的江总主席也好 或以前的朱主席等等的 比起来似乎比较强硬一点 所以他现在包括自己的 你认为比较强硬 那你认为他的魅力 有比朱立伦或是张启臣 来得高一点吗 我是一个强硬的政治型人物 我可以做管理者 我做党的管理者 但是我要获得选票 可能不是一个强硬的管理者 他要有一定程度的魅力 这个魅力不是只是外表 而说他的政策 他的为人的风格 他的国家的总路线的 一个长远的观点 要吸引力 你认为这部分他比朱立伦 比江启臣来得强吗 这部分我们看到 不能一句话就给他打死 他要分成两个部分 以他的政治魅力来讲 也许不一定有前面 其他几位甚至是韩市长 的政治魅力 但是毕竟在国民党 处于挨打的这几年里面 他算是一个比较鹰派的 有点像鹰派的 虽然是媒体人 但是毕竟他有比较鹰派的感觉 对于像刚才他直接挑明1450 你来攻我不怕 我今天站出来就是要跟你干仗 跟你正面对决 直求对准这种概念 所以在国民党这长期 已经这几年很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一定可以唤起大家的一种 这种铜筹敌开的感觉 我这边有一个观点蛮有趣 这前国民党青年团的团长 李正浩同学 现在博士论文就差几个字 就不给他写完 每天跑去保健那边 点点点 韩国瑜若联手赵绍康统治 他统治国民党的话 李正浩说 国民党会面临三个灭顶之灾 首先是2022国民党 县市首档选举将彻底逆风 尤其是挑战连任的 包括侯友宜 卢秀燕 甚至是剑职 北市的蒋万安选情都会受影响 第二李正浩认为 国民党将彻底变成 中国的那个样态 那个形状 且2024年重返执政的机会 趋近于零 最后国民党彻底 与青年世代脱节 20年不用想翻身 这个还有国民党党籍 已经被开除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前国民党年纪 这个秉甫 对这个郑浩这个看法 你觉得说言之 这个太恐怖了 还是认为有道理 我想我们这个郑浩兄 他一向就是比较 这个激进的一个讲法 但是其实里面有几个 当然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当然是有 这包括未来 因为毕竟赵大哥的年纪也好 毕竟他的审籍问题也好 现在就有点被操作的人说 他是外审 外审籍要重新拿回 这个国民党的权力核心 然后未来又想说 又西洋跟中共的 跟大陆那边的和谈等等 有点一直给他导向 这样一个方向去 其实这是 我认为这是个导风向的问题 赵大哥在他自己的访问里面 也曾经提出来 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统是绝对不可能 是要读民进党 已经执政两次完全执政了 而且这次也六年的执政了 他要读也早就读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 你不可能统 也不可能读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家就是希望维持现状 未来 很多事情就留到未来再讲 其实我自己曾经提出一个论述 这不是大家不一定那么接受 说统读的问题真的不要再讲 我也希望大陆那边能听到这一段 就是不要再来逼台湾了 你这个东西你50年后 再来讨论这些事情 那等到我们这一代有接受过 就是包括以前传统教育 或者是更年长的 有通过这种所谓的国共战争的部分 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已经离开了 等到我们下一代是真正都是 土生土长台湾人出来的时候 那包括整个大陆的政治文化 经济也都改变的时候 再来谈未来是 搞不好你想统人家也不想要你 这个东西其实不应该 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被炒作 所以赵大哥也有提到说 这个东西就留个以后再讲 刚才郑浩提的那几个 那几个观点 事实上我大概昨天问了几个 国民党比较年轻的朋友 也都有一点心有戚戚 当然绝对不像李正浩这么票汉 这个讲话真兆 OK好 昨天国民党中常委也是不分区立委 他就叫做林文睿 林委员他是全国 水利会的理事长 我没记错 当然是王金平 王前院长的这个非常友好的朋友 赵少康反国民党选党魁 昨天林文睿本来跟这个 连盛文有一个公开活动 就被他赌麦问这个问题了 兰尾林文睿以发臭的汉衫来暗喻了 他已经炒身的蓝衫 他说这件衫衫就不够了 你又拿回来穿了 OK他点出的是什么 不是表象的神奇 是那个核心对台湾这块土地 你在上面的存在感到底有多少了 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赵大哥你会不会公布你的护照 出国去哪里吃素最多 我说其实这是个人的隐私 不过赵大哥你不要认为提出这个问题 都叫做一事为 事实上大家对于你 在关键时刻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的关键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地方 你会让我还是很担心 好来看一下 邵康邦把持立法院 青壮派恐会更弱势 OK他说目前包括 因为他的电视上有强势的一个媒体组合 所以他拥有非常大的媒体的禁用权 有栏尾私下游戏 未来立院党团恐由邵康邦主导 青壮派的声音更加弱势 邵康邦包括郑立文小姐 包括费洪泰费老师 那都是自成立委 过去在党团运作社会上 和党主席江启成 意见是常常不太一样的 包括维州兄也都被排除在外 所以看起来国民党 还没把赵大哥请回去 内部已经炼成好几块了 费洪泰 郑立文等会被设回邵康邦 那有人说也不必 其实他早就可以遥控 而且认为说顶多也不过三四个人 以国民党来讲 三四个人虽然不是过半多数 但是这几个都是能说能拼的战将 不要说能打 郑立文毕名 能说能拼的战将 来保真怎么看 特别国民党的权力的改变 事实上跟民众党 我觉得关系会比较复杂一点 来听人意见 刚刚那个就是苏培议员 其实也有去讲到说 会不会其实根本连赵邵康 可能原本都不是很认识 我认识他是 因为他其实本来在媒体 戒期本来就是有名声的 其实因为之前我跟他的儿子 也在同一间大学有一起上课过 所以其实本身是认识 好那就知道有这一位 这个邵康兄这样子 那因为其实可以知道的是 其实邵康他在 范兰营的一个支持者里面 他不管在媒体上面的一些节目 其实他的发声都非常的有利 而且有时候 其实会直接达到痛点 而且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 是他是有点酸中带攻击的那种 就是比较会让人家觉得 听了有点好笑 但又觉得好像心有戚戚 好像说的也没错 就是我觉得他在整个范兰营里面 其实他的一个影响力 是绝对是有的 但我要特别去帮他说一句话 我觉得其实年纪 不会是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一下 美国之前的总统大学 拜登跟川普 看得非常激励人心 之前一直有人说 两个七十几岁的 那个豆腾这个样子 就觉得感觉其实 其实你要从政的话 主要是你理念 你想要去做传递的话 其实那个年纪 不会是最主要问题 但我其实也同时想要去 讲一下我对国民党的一个观察 因为其实我觉得国民党 会给人一种感觉 是好像对于年轻人的一个提息 跟提拔的方面 好像做的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就比方说像我之前观察到的 国民党原本有几个青年的发言人 但因为后来好像看他们 原本做一些直播节目 但慢慢的好像又消失在台面上 所以其实我也不太 我其实蛮好奇他们后续上的一个发展 跟后续上的一个走向 这是我自己额外的一个观察 那我觉得再回到说赵绍康的话 先把年纪先撇开不看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要去观察 后续上国民党有没有可能新党化 因为新党其实在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这个年代看的话 可能以王秉中会比较认识一点 因为之前王秉中都 我认识李胜峰 对对对对 跟王浩宇常讨厌 胜峰老师我认识 我先认罪 胜峰老师不好意思好久不见 对对对 所以就是新党其实给人那种统派的那个印象 非常非常的深植人心 那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年轻人会稍微有点担忧的部分 那我们再仔细回去看一下 其实像赵绍康他自己本身的政论节目 终于仔细去观察下方留言非常非常多中国大陆的网友 非常多 赵大哥说他有一百万的粉丝 我就顺便你刚才提到 我就我想请问赵大哥个问题 请问你知道有多少粉丝在最终 你在意的是流量还是流量 你在意的是中国大陆网军的流量 还是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台湾人留在你上面的流量 请你回答 我对这非常有意见 我非常有意见 大陆的流量哇 很甜蜜蜜 倩差一个福建省 落一个五十万人算什么 整百万就有 对不对 但是再苦 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做一个台湾人 我会守这个流量 守住台湾人对我认同的流量 哪怕他不多 我要守住这个 不好意思打断你拿紧说 所以其实我觉得赵绍康他现在本身可能面临到的一个 困局可能会是年轻人对他的一个认识 就是最初的那个认识会觉得好像就是离统派有点比较近 然后包含可能跟中国也是那种关系比较近 其实上来我们讲因为像丙辅议员刚刚有去特别提到 其实统独这个议题 其实真的不要一直刻意的再去讲 或是去做操作 因为其实大家都不希望真的两边就是热到可能到打起来的地步 这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看到 那你说是不是维持现状 或是可能在未来我们选举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的去操作这个议题 但我要去讲是因为其实赵绍康现在到底要不要回来到国民党 然后甚至之后有机会选党主席这件事情 但是国民党的家务师 那我们就是看国民党后续上跌发展 但我必须要去讲 其实赵绍康他这样子一回来 的确好像在整个台面上会给国民党一点振奋人心的那个程度在 其实就像吴怡农有点药影子 是像其实吴怡农他现在变成是民进党的台北市的一个党部主委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 其实对于民进党的一些年轻人的支持者也是有一个 就是激励到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可能有点像振奋剂这样子 那你说后续上到底就是赵绍康他要如何的持续去往前 然后甚至他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就如像韩国瑜一样 就是把他这样子推说完全的支持他敬佩他 那我觉得其实韩国瑜是双面人 他真的是双面人 但是他的支持当然就觉得韩粉马上就觉得 我觉得我一定要支持赵绍康 韩国瑜都已经这个都已经开始 一定要支持赵绍康 但是你说韩黑 韩黑毕竟力量也很大 从之前看罢免韩国瑜那个力量就知道 所以我会觉得韩国瑜的支持对赵绍康而言 有可能是福也有可能是我 所以后续上看怎么样发展 我们大家所有的各大大 大的或小的政党都希望多争取中间选民那一块 事实上韩国瑜的这个力量 事实上对中间选民来讲 是有很大的绝缘效应 看着你我就怕这样 对啦 思琪怎么看 我觉得第一个就保证你人太善良了 你人真的太好 他刚一直担心国民党里面年轻人被提拔 被看见的那个几率不是很高速 不是很快 我会觉得其实你真的不要担心 为什么 是因为当赵大哥跟韩国瑜成为一个结盟组织的时候 接下来国民党将会面临一个深蓝的新党化的国民党 和本土化国民党的内部权力的对决 嗯 就是说当江启成之前选党主席的时候 一直希望国民党可以年轻化 可以世代交替化 可以本土化 这条路看起来走不通了 江启成现在已经被赵大哥逼到一个 逼到墙角了 逼到墙角了 你这个没有办法 那赵大哥的确卷起了蓝营里面非常大的兴奋 所以如果他这一条路持续的往前走 他们的结盟势必会集合成一个主要大的势力在国民党内 所以国民党势必会走向深蓝 这是未来可预期的事情 你会离本土越来越远 那所以国民党内的本土的国民党 本省级的年轻化的这些人该怎么办 流到民众党 所以你不要提醒他们 市长会让民众党获利的事情 市长要出来讲说 你们的委屈 柯屁都知道 那你就让他们 赶快先向旁边 向左手边的屏股大哥 你不要提醒国民党 对你就不要提醒国民党 就让他们继续走向新党化 继续老人化继续极端化继续寒粉化 剩下来空出来的那一大块 就是民众党的 柯市长要重回2024的机会 就在这一间 我是真的在跟你分析 因为现在看起来我觉得 赵大哥 他会选择跟韩国瑜结盟 势必是有一些更多的利益 所以你刚刚说水很深一定很深 我问了几个都说水很深 获利的一定不会是赵大哥一个人 一定是一个集团性的获利 就大家都有好处 那所以当大家都有好处的时候 他们力量就会 力量就会大 那本来赵大哥身边就有一群 一群比较亲近的国民党内的这些人 费洪泰 赖世保 郑力文等等的 还有然后再加上媒体的唐湘龙 陈凤馨 林乃兴 就是他们那个集团的势力是大的 如果一旦他们结盟之后 决定要聊下政治这一条路的时候 我觉得共产党太难抵挡了 江启臣当初当党主席的时候 就已经摇摇欲坠 就是他想要做一个 我们就抛开九二共事了 我们就事态交替了 我们走一个比较中间一点的国民党 他很难办到 压力也很大 然后他希望让国民党走的方向 其实拉扯的力量很大 那所以能不能够继续往前坚持 本来江启臣可能想说 我再连任看看 我试图慢慢一点一点的推动 尽管他知道压力大 可是当赵康跟韩国瑜这样 重磅出击的时候 江启臣没有无力回天 江启臣很痛苦 就是说韩大哥把赵大哥找回来 江小弟你就二选一 要么挺我 不然你就自己放手干自己的 对国民党我批评很多 但是我觉得基于一个 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制度 我还是期待国民党 好好的做一个有意义的在野党 继续跟民进党或是民众党 好好去竞争 多数的台湾人民要享受的是什么 你们几个主要政党 产生了什么竞争红利 这个竞争红利对我们国家来讲 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民进党也觉得 我给你拼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不好意思 对国民党的发展 我是用一个很小臂小眼睛的手板 国民党要的是你去接地气 可不是要你去通地府 看一下有点都是地 感觉有点往地府直接冲过去 了